民眾使用社群軟體 要小心詐騙集團 使用名人冒名詐騙了 有南投線民發現 有冒名南投縣長 許淑華的臉書 用送書的名義 要求點選連結 縣府是緊急向警方報案 而郭泰金控的董事長蔡宏圖 也屢遭冒名投資詐騙 他今天也公開喊話 呼籲民眾不要相信 臉書上的頭像是南投縣長 許淑華 而下一個頁面則是寫著 感謝支持和信任 要免費贈送投資書籍 下方還有個免費領取的連結 有民眾在社群網站 發現這樣的連結 趕緊向縣府查證 發現是遭到詐騙集團冒用 南投警方表示 已經接獲縣府報案 目前雖然還沒有民眾受騙 但已經向臉書來檢舉 要求關閉帳號 南投縣府也緊急聲明 縣長許淑華的臉書粉專 是使用縣長的全名 有藍色勾勾的才是官方帳號 另外被冒名的還有國泰金控董事長 蔡宏圖 他在12號的一場論壇向外界表示 對於經常被冒名感到無奈 在網路上看到的蔡宏圖在做投資的徵詢 請你們不要相信 我知道因為可能我的信用不錯 所以被拿來當招牌 但是你們要很清醒的 我本人在這裡 你們跟我不熟人 蔡宏圖表示 臉書經常出現 有專訪叫人買加密貨幣 或是存股課程招攬會員 就算報案很多次還是出現 呼籲大家要提高警覺 也可以省下他很多的麻煩 而警方表示 詐騙集團都會利用名人的高人氣 呼籲民眾不要點入不明連結 加入群組或是提供個資 記者 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南投綜合報導